跟预赛比起来的话 因为预赛的前60米30米 就是加速太猛 然后导致后程速度掉的特别快 然后这次半决赛的话 就是说希望不捣乱 就是在他们捣乱我的 那个节奏的情况下 我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去跑 所以说今天半决赛的成绩 会比预赛的好 跑起来也松一些 就不会像最后 预赛的时候跑到最后 最后20米的时候 掉速掉的特别严重 所以说这场比赛 半决赛的话 我觉得发挥还是可以的 也算是把我正常水平 发挥出来了吧 然后在大赛上 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办法把自己 最好成绩扑破出来 还是跟自己训练有关系 因为在这些高手 较量的情况下 自己能力不足的话 就是在大赛上 会特别的显现出来 所以经过这场比赛 我也知道 回去该训练什么 就是要把我的素奈去提高 这次算是我第二届 四锦赛单下吧 然后完了之后呢 也今年的成绩 也算是比去年 更提高 更稳定的一些 就是来这里 比赛的氛围 还是特别好的 大家观众都特别热情 我一出场我就觉得 哇 鸡血都 感恩打了一身鸡血 然后非常有劲 然后这对于我们的 运动员的兴奋度 也是特别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 来游进比赛是一个 就是对运动员 比赛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的 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周 训练的时间嘛 然后就是在这期间 我们再把最后的交接 给磨合清楚 然后我也相信 我们团体 然后我们能跑出一个好成绩 然后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有默契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要相信他们的 然后他们也相信我 对